好,对于这起案件的详细情况 我们现在就电话连线给南加州刑事律师邓宏 请他来进一步说明 邓律师你好,请问一下 这一次联邦部门他们所破获的案情来龙去脉 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对,在2005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叫火龙计划来逮捕了59名华人 这次是火龙计划以后 进行一次可以说全国性的收网行动 在这次行动之中的话 一共有37名人士被起诉 其中的话32名是华人 包括在罗汉基就有18名 在罗汉基,还有在阿拉巴马,Tennessee, Rhode Island 还有14名是在纽约被逮捕的 当然他们这些人士面临三类指控 第一类是走私大麻 第二类是走私香烟 还有第三类是洗钱的行动 当然这个职团根据检方的指控 是在罗汉基的一个叫Paul Lay兄弟两个主领的职团里边 他们在加州各地开始种植大麻 因为加州的气候也很好 并且很多地方里面的话 都有这个房子可以租下来以后种植大麻 种植大麻完了之后 因为每一棵大麻树的话 它可以获利500元 它生产的大麻 自从大麻药的时候的话 输到了纽约 在过程之中的话 他们是使用了专门的卡车运输公司 让他们将这些大麻的话运到每个各地 在各地的过程之中的话 根据检方的指控的话 他们的话也是有点 测点的话就出售这些大麻 以后拿到这个钱之后 以后就采用一个人头的方法的话 将钱的话汇到加拿大 或者是将这个现金转成支票 以后这样洗钱的行为 当然的话这个在这个职团的话 在2010年这三年以前的话 已经是开始调查 在过程之中的话 他们有派卧底进去 同时的话也有很多污点证人的宪明 所以他们现在指控的话 整一个职团所涉及的数额 大麻的总值超过了4500多万的大麻 还有手势香烟 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手势香烟的话 价值的话有4400多万 其中逃税了超过700多万美元 所以现在目前还有四个人在逃 大部分这些人收网的被告的话 陆续的话从各地以后的话 都会引渡到纽约州进行刑事的起诉 好那为什么近年来华人 涉及着大麻案件频频出现呢 当然的话在很多州里面 尤其在目前全美国50多个州 有18个州包括华盛顿特区的话 都可以说是通过一些州的法规 允许了药用大麻 就是说只要医生认为的话 你这个病人有解除痛苦的需要的话 他可以使用大麻 甚至有些州的话 包括Colorado州 华盛顿州的话 在去年甚至通过法规 就是娱乐性的大麻也可以使用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各地都有需要很多这种 施求大麻的需要 因为很多人误以为的话 大麻是合法化的 但是到目前来说 联邦的法规对大麻 还是有严格的要求 不允许使用大麻 不允许种植大麻 更不允许贩卖大麻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很多新移民不懂得 被误以为觉得的话 州法允许的情况之下的话 他们就是冒这个险 进行种植大麻这个行业 当然很多人误以为 州法的话 惩罚起来的话很简单 有的时候像加州 种植大麻的话 是罚180天的劳刑 但是的话 在联邦法规里面的话 种植大麻超过1000颗以上 都是10年以上的劳刑的 所以很多法人 不知道的严重性在被饼骨弄之下的话 都是从事了这种植大麻 这个方面的生意了 那这起案件对华人社 是有什么警惕的作用吗 对 当然了很多人的话 就是对任务以为大麻 是合法都可以使用的 当然了市场的工区 有这个需求情况之下 一定的话就有这个要供应 有人愿意去做种植大麻 在我们在处理很多大麻的案件里面的话 都发现很多人 一方面对法律不懂得觉得的话 这个法律 尤其是这个大麻都可以合法使用 为什么不能种植呢 大不了我就是 就是做点义工就可以了 但是的话 在习民法里面的话 任何种植大麻 如果是判刑一年以上的话 它绿卡会被凋小 还有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 当然了很多香烟的话 虽然在中国大陆里面的话 可以用 或者是在马布罗 在墨西哥的地方可以的话 比较便宜的引进美国 但是它所有的香烟的话 同样也要裹税 如果没有这个税标的情况之下的话 走私香烟也是属于一种违法行为 所以提醒大家的话 千万不要的话 铤而走险 或者是为了一点快钱的话 而冒险去种植大麻 好 我们谢谢邓律师 这是我们所做的详尽说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